凤凰每周快讯由中国东方航空全新启航 今后您到来赞助播出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4月25号的凤凰每周快讯 我是VK陆静怡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头条新闻 美国克里夫兰市一名白人警员 在2014年误杀一名黑人男童 市政府与私职家属达成和解协议 同意赔偿600万美元 更多的新闻内容请继续留意 晚上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欢迎回来让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 全美各大主流媒体的新闻消息 当地时间22日晚间 乔治亚州发生两起枪击事件 共导致5人不幸身亡 而当地警方在随后的追查中发现了 已经举枪自尽的嫌犯 当局表示 5名遇难的平民中 有3人是在阿普林遭遇袭击 其中2人当场死亡 1人在送医急救无效后离世 随后不久在事发地警伊英里外 再次发生袭击事件 2人遭枪击后死亡 当地警方怀疑两起枪案 是系同一人所为 当局还表示目前警方正在确认 5名遇难者和枪手的身份中 而他们的遗体将被送往 乔治亚州警局的犯罪课 进行再次检定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日前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民众自杀率创近30年来的新高 除了75岁以上的老年群体 各年龄段人群的自杀率 均成上升事态 1986年至1999年 美国民众自杀率呈下降事态 但从1999年至2014年的15年间 自杀率逐步上升 2014年美国约有4.28万人死于自杀 1999年这一数字为2.92万 报告称美国男性自杀率高于女性 2014年男性之中有10万人中 有20.7万人自杀 而女性的数字为5.8 即便控制和预防中心 没有给出自杀率上升的背后原因 一些美国媒体分析称 自杀率上升与情绪抑郁 网络暴力工作和个人经济压力 等多种因素有关 好了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 全美各大平面媒体的新闻消息 美国能源部22日宣布 美国计划从伊朗购买32吨重水 总加达860万美元 根据伊朗核问题六国 与伊朗去年达成的伊核全面协议 伊朗需对阿拉克重水堆进行改造 伊朗可最多拥有130吨重水 超出部分伊朗需有计划的向外转移 重水又称刀化水 可用于核反应堆的慢化剂和冷却剂 也可用于武器及核燃料环的生产过程 重水还可以用于半导体 以及核磁共振成像等领域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22号表示 伊朗同意出售重水仪式表明 伊朗愿意履行伊核全面协议 这将确保伊朗不会再进行核武器的研发 他表示美伊的这笔中水交易并不违反美国对伊制裁的有关内容 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大学药学记的一项研究显示 62岁到85岁的老年人 87%至少服用一种以上的处方药 38%服用至少一种以上的非处方药 64%至少服用一种以上的补充剂 专家表示营养补充剂服用同时 如果同时也服用药物 有可能会产生副作用 例如某些补充剂如果结合血液稀释药物时 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内出血 致命性比癌症还高 医院发现最常见的致命组合是 同时服用稀释血液的药物 华法林及补充剂Omega-3鱼油 老年人同时服用这两种成分的比例 在5年内增长了8倍 由2005年至2006年的千分之一 到2010年到2011年的增加到千分之八 研究呼吁患者在同时服用补充剂前 要咨询保健医疗保健人员的专一意见 另一方面医生也有责任询问患者 是否服用补充剂 最后一起来关心一下加拿大方面的新闻 加拿大Costco最近风波不断 存在感染甲型肝炎病毒的 冷冻梅子樱桃事件还未平息 又发生了冷冻碗豆中 可能含有里斯特军的事件 据悉日前Costco正在紧急召回的 四个省中出售的这一产品 加拿大食品检疫局表示 该产品在加拿大四个省份出售 包括北省、阿省、萨省和马尼托巴省 每包产品重2.5千克 食品检疫局表示 即使食品中存在单增里斯特军 看似没有问题 但使用之后会引发呕吐、恶心、发烧、 肌肉酸痛、严重的头痛和颈部僵硬等症状 特别是老人、孕妇以及免疫力差的人 适用之后会更加危险 因此希望购买这一产品的顾客 能够尽快扔掉或者送回Costco超市 目前加拿大还会出现该产品 引发疾病的案例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凤凰美洲快讯的全部内容了 详细的新闻内容请继续留意 晚上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如果你想关注更多的美洲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只要扫描屏幕右下方的微信公众码就可以了 我是Vicky陆景一 不要走开 我们继续为您带来凤顶微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